我来在教你怎么写怎么抄档案 你必须抄 All right Okay So now let's see How can we write How can we transcribe This man's true text So you must use your pen to help you All right When man shrived Blipped 当人动笔写就能记得住 好 下一个 就写这个一 你 他就是他的 好 这个 不压木吉愣 小心眼儿 不 不 我给你拆开写 然后一 啊呀 进场 好 木吉愣 这是一笔到底的写法 先写出O来 再写出这个机 然后再写这个愣 好 再加这个M 所以这是M 好 然后呢 加一个点 他就变成了U 没点的时候是O 好 然后这一个呢 就是这个G 然后这是E 好 然后再写这个L 这个L 这个L 好 然后再加点 它就是这个A 然后这大尾巴大体相当于N 你可以这样拆 你懂这个里就行了 写的时候就像一笔到底木吉愣 这么写 好 这个波就不用写了 这个Warafe 有点困惑 这个是念这个W 这个就相当于这个W 然后这个就相当于A 这个R就是A 它的自中的形态 in the middle one appears in the middle 好 这个是乐意 利 先写出E来 再加这个L 好 然后下面又是这个生母E This is the consonant E 好 然后这是R 好 你看这是R的这个自中的形态 好 然后再写这个F 这个F和R 你可以看到哈 这个F和这个W 在这里呢 它看起来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呢 你学满文呢 得要记哈 这个字头 就是这样子 把它记作Wa 你必须要这样子记 它是密码啊 OK This is a codified language All right 然后这个呢 好 你要记成它是你 F 不然的话你就记混了 因为在字当中 它看起来是一样的 是吧 好 好 下面 这个阿姆巴 它就这样写的 这是R的字头 你看R的字头 它是俩眼儿 我们刚才写的这个R的字中呢 这个叫字中哈 因为它不是出现在开头 它前面还有一个生膜 它就是一个眼儿 就比较困惑 你得 所以我说你得动笔抄啊 That's why I say you have to use your pen to help you memorize All right so when you write it down your brain processes them many times 阿姆巴 都一样的 好 然后是斗笼糕 OK 这个是德奥斗 就这样子 R 这不是斗肉吗 这个词吗 啊 就是那个道 孔蒙之道 那个道 OK 好 然后加上这个N 这蒙古语也有这个N 这是DORO 好 然后再写这个高 注意哈 这个地方特别重要 这算作是一个眼儿 这算是一个 然后这是一个 好 再加一个点 很多人就把它念成这个 可以 就是这样子 记点心 这个拆开点心 这个就是这个O 所以这是高 这是DOR 然后这是RO 好 然后这是N 好 这就是满文的这个秘诀 你得要动笔一写呢 他这个字哪个地方不会 你就一目了然 否则老是糊涂 你怎么学就学不会